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陈庄附近 抗大二分校及边区政府机关也在陈庄附近 是当时八路军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交通重地 抗战开始之后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 华北局势危机 根据中共中央落成会议的决定 八路军主力迅速挺进河北 山西 山东等地 建立抗日根据地 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前置与消耗日军 1938年底 清华日军的战线进一步延伸 在全国军民节节抵抗下 日本的战争消耗急剧增加 为此日本政府提出了以战养战的政策 期望用在中国掠夺的资源 支撑其清华战争的攻击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不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使日军无法在广大的敌后战场 安稳立足 不极限后续乏力 进攻步伐逐步放慢 迫使日军将精力转入沦陷区 1938年10月之后 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禁察纪抗日根据地 1938年冬 中共中央决定派第120师主力挺进纪中 巩固扩大纪中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还决定组织抗大分校 开赴敌后办学 直接为抗日根据地培养急需的干部 1939年1月28日 第120师主力到达 禁察纪边区 林寿县陈庄一带 1939年底 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占领区的安定 制定并实施了治安宿政计划 日军大本营从华中华南抽调第10第27第50团 加强华北方面军 并组建第12军 先集中兵力扫荡 济中 济南 济鲁边等平原地区 再对近西 近北 武台 太行 鲁中等山区 进行大规模扫荡 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摧毁抗日根据地 而后分散兵力 占领要地建立据点 在依托据点 对八路军反复进行讨伐 并最后消灭八路军 从而达到由点线扩大为面的占领 日军这次进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 特别在战术上做过多次研究 声称是从八路军游击战中学来的新经验 采取三地讨伐的牛刀子新战术 也就是反杀鸡要用牛刀之意 用牛刀子来对付八路军 1939年8月 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 奉中央军委命令 率120师 由冀中区向北越区的行唐线转移 参加巩固北越区的斗争 贺龙1896年3月22日 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1927年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 经周一群谭平山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和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立第二旅 总编为第三五八旅 旅长 张曾迅 政委 张平化 该旅辖 独立第四团和第七一六团 两个旅均直输第1204建制 整编以后 第三五八旅旅部和独立第四团 驻牛家下口 岔头一带 独立第一旅和独立第二团驻南北城寨 杨家瑞所率独立第一支队 住在程家庄 张仲瀚所率金南自卫军 住在南北潭庄 隐蔽进行整讯 陈伯军 邵士平所率抗日军政大学 二分校 住在陈庄附近 警察纪军区四分区第五团活动在慈玉镇以南 三分区的部队活动于党城镇地区 分别监视灵兽和驱阳的敌人动静 1939年9月25日 日军独立第八混城旅团旅团长水源义仲 率领日军一部及灵寿 郑定 刑塘 吴吉等四县伪军一部 共一千五百余人 并强征民夫二百人 大车数十辆 由灵寿向慈玉进犯 妄图举行秋季大讨伐 攻占陈庄 消灭八路军120师 驻陈庄的后方机关 学校 破坏边区的后方设施 再以陈庄作为对北越区进行冬季大扫荡的据点 进茶季军区对于日军的进攻行动并不是没有警惕 当时进茶季军区的司令员丽永珍和第1204政委官向英 曾联名写信给第三无八旅的旅长张忠迅 政委张平化 告诉他们 日军正在频繁的调动兵力 有向我扫荡的可能 要他们指挥敌120师从机中过来的部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9月25日下午 贺龙师长带着120师师部和第716团 由冀中来到北越区 在南北城寨和张宗训部会合 第三无八旅旅长张宗训 陕西渭南人 1926年 入黄浦军校第五期学习 同年 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庄 距离灵寿只有50公里 从灵寿到陈庄 除了几条绕行的山路以外 主要的道路就是经慈离镇的一条大路 张宗训等决定 调独立第四团到牛家下口 派一个营到口头镇以南地区 向刑塘驱阳方向警戒 其与部队集结在北潭庄到岔头一线两侧的山岭上 布成一个带行阵地 等待来犯之敌 9月25日 扶晓 日军主力1100余人 全副武装 从灵寿出发 向陈庄挺进 在此语 遭到八路军 第358旅和禁察纪军区 第四分区 第五团的两个连组机 为了有敌声誉 八路军与日军胆战交火后 便放弃了重地 日军占领慈余后 继续进战 北河银 东西五河 粗步向358旅 舍负的方向来了 可是日军占领南潭庄以后 就停止了前进 张宗迅捡日军停止不进 随即令金南自卫军一部分 从正面逼近敌人 警察纪军区 第四分区 第五团一部 则单独在祠域以南活动 监视祠域及灵寿的敌人后续部队 当天夜里 金南自卫军以白头山为依托 派部队不断向南潭庄的日军袭扰 9月26日下午4时 南北潭庄 东西五河和北霍营一线的日军 全部退回了祠域阵 狡猾的日军企图经弯子里 长御偷袭陈庄 上午7时 偷袭陈庄之敌进到陈庄南沟时 遭到抗大二分校第一大队 第七队的阻击 日卫军未敢冒进 执意步兵炮实行火力侦察 而此时 陈庄镇居民及八路军后方人员 在抗大二分校的武装掩护下 早已安全撤离 上午11时 八路军部队主动撤出阵地 日军随后进入了陈庄 9月27日这天 正好是中秋节 进了陈庄镇的敌人 把群众来不及赶走的 朱扬鸡狗杀光 大吃大喝 庆祝胜利 八路军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迅 见日军只留下几百人控制祠域镇 主力一千多人 已经轻装进入了陈庄 张宗迅立即调整了部署 金兰自卫军 以一个营扰道伪军敌人 击入部队继续控制白独山北潭庄以南重地 严密监视紫鱼镇的敌人 第716坛 第二团独立第一支队等部 即刻顺大路向陈庄前进 此外 为了防备敌人 来时的小路难撤 宁派独立第一支队第三营 进到陈庄南面的长域 独立第一支队 另一部则顺大路向陈庄东庄的 其主任和敌人保持接触 9月28日晨 日军火烧陈庄后 沿慈河右岸 鲁柏山北面山脚小路撤退 正好钻入了八路军张好的口袋里 2008年 为了纪念陈庄精灭战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特意拍摄了数字电影《血战陈庄》 在银幕上重现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的这场经典伏击战 同志们 客制找决心以下 押上八个团 务必把水源吃掉 八路军第120师 第716团 独立第二团 独立第四团 独立第一支队等 从四面展开猛烈攻击 站至下午一点多钟时 敌人被压在三个小村庄和几个小高地上 当晚 八路军发动了总攻击 贺能通知发起总攻击令我们去攻 攻了13次 有牛吃完全是不认断 平吃的 第716团 担任主攻 首先占领了坡门口 缝沟之间的敌人阵地 把敌人分割为两半 接着冲入坡门口村 其他部队也同时攻占了高阳庄缝沟的敌人阵地 向村内突击 夜里 八路军号兵迎着明朗的圆月不断吹冲锋号 刺刀斑 头弹斑 轮番袭击敌人 经过一天一夜的厮杀 日军死伤累累 二十九日拂晓 日军拼命逃向南面的鲁柏山 遭716团紧追痛打 死伤惨重 残敌 顾不得喘息 继续向西南溃逃 不易 迎头遭禁察纪军区 第四分区 第五团 在万四院以北截击 第一二零师追击部队赶到后 形成前后夹击 被伪日伪军告急 凌寿慈役日军八百余人前来增援 在白头山地区 遭地戛 第五团师追击部队赶到后 形成前后夹击部队赶到后 这场战斗对于双方的指挥员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看谁的指挥水平更高一筹 这场战斗对于双方的指挥员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我军在这次作战中取得胜利的经验主要有一下三点 一是能够及时准确地判明日军的行动企图 抓住了尖敌的有力战绩 二是能够根据多变的敌情正确确定尖敌的部署 三是能够坚决阻击原敌 保证主力尖敌作战的胜利 陈庄殲灭战是八路军第120师转移到禁察纪边区后 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殲灭战 创造了山地殲灭战的光辉范例 陈庄殲灭战 八路军120师 供奸日卫军1300余人 缴获山炮三门 轻重机枪23艇 手枪30支 步枪500多支 制弹筒9个 无线电台1部 降落伞5个 战马数10匹 挫败了日卫军 寻间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从此 日军再也不敢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 孤军深入 边区腹地了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 广泛支持和帮助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 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 从多方面给予中国援助 他们对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珍视和铭记 轻轻地 轻轻地 呼唤你的名字 轻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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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听你的呼吸 轻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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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地 深深地 走进你的脊椎 高高地 高高地 举起你的脊椎